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近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 我们把它叫做JK Bucket List 这个Bucket List里面有16个Challenge 有一些是One Time Challenge 有一些是One Month Challenge 然后做这个JK Bucket List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要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 给我们自己一个挑战 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试试看去发掘一个全新的自己 就我们意想不到的自己 这样我们就来看第一项 首先 义工 第一项是义工 这样是什么种类的义工呢 因为我们就不会去特地限制 对 我们不会去限制自己说 哦 我们要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义工 对 嗯 就到时候我们安排到时间 我们就会找 哎 最近 Benang 这附近 这附近 有做什么义工 我们可以去参与这样子 嗯 这个Voluntary Walk 就是一个One Time Challenge 这样One Month Challenge的例子有什么呢 我们就有这个 A hundred a month A hundred a month 这个A hundred a month咧 我们是for a hundred of electric bills 对 就是那一个月里面 我们用的电费 少过一百块 对 只可以少过一百块 嗯 一百块 对一些人来讲 maybe是很多啦 但是我们平时的电费都 超过一百 超过一百 对 只有一百出 一百二 百二到百四之间 对 嗯 了 所以我们就想 一步一步来 来省电一下 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 对 ok take it slow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勒 主办活动 organized activities 我们所举办的活动 呃 比较想 偏 偏向于 类似清静大自然的一些活动 嗯 我们就会去 就有一半堆 大自然 清静大自然 也感兴趣的 朋友 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活动 嗯 对 对 就是有一点 vegetarian的感觉 对 嗯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go vegan for a month go vegan a month 我们会在go meatless a month的后面 进行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需要慢慢去 调试 调整 然后我们身体也需要一些时间去 适应 这样这个go vegan跟之前的go meatless有什么不一样叻 go meatless只是单单不可以吃肉 吃肉 但是那些鸡蛋啊 牛奶啊 honey 这样的东西还是可以吃的 可是这个go vegan叻 它是 它不只是一个eating habits 它是more like a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 对 它就是一个很很保护动物 很爱护动物 很为动物着想的一个什么方式 而且也是蛮环保一下的 嗯 这样在这个go vegan的这个月里面 我们 呃 是不会动到任何的肉 然后也不会动到乳制品 cheese啊 牛奶也不会 然后鸡蛋那些也是不会 honey也不会 总之就是 animal product 都不会 对 嗯 这样这个go vegan 除了饮食习惯上面叻 它是一个lifestyle 怎样讲叻 就是好像一些 动物园 或者是一些 呃 马戏团 对动物马戏团 以动物来做娱乐消费的场所 我们都不会去 visit 或者是support 对 ok 接下来咧 我们就有这个 环境清洁 环境清洁 在 em maybe 我们可以去一些 park 一些 草场 沙滩 对 bea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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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做一些清洁的活动 嗯 接下来我们就有这个 很特别的一个challenge 它叫做 a bag a month 这个a bag a month 是针对 a bag of grocery a month 在那一个月内 我们的所有的 呃 日常用品 对我们所有的 日常用品啊 吃的啊 用的啊 嗯 都会控制在 一个bag里面 一个bag里面 bag的大小叻 就差不多 差不多我猛测 20L左右 的一个容量 嗯 这样接下来咧 我们还有一个活动 planting actually for me 是一个challenge啦 我以前也有 种过一些 花花草草 像玫瑰花啊 我也有种过 但是就 它们都活不是很久 你想做过 我做过他 然后接下来咧 我们还有这个 donate 捐献 至于是donate什么 我们 尽量会选择在 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一些 捐献 对 希望可以帮到一些 这些 需要帮助的人 对 需要的人 嗯 接下来咧 也是一个bag amount but 这个bag amount 是bag of rubbish amount 它的容量也是 像刚才那个bag 这样子 差不多 20L well maybe 会有一些人觉得说 哇 一个月你要知道 这样大的一个 一个 垃圾 垃圾 垃圾的 数量 可是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 就变成一个 zero waste的人 所以我们就会慢慢 从一个星期一bag 到两个星期一bag 然后再到一个月一bag 慢慢从大bag 去到一个小bag 多二十天 我们就两年了 我们在一起 嗯 可是我们去过的旅行 呃 就一次咯 一次咯 根定那一次咯 对 而且根定那一次是 因为要载我妹妹上去 casino training 所以我们就顺便 借这个机会 对 借这个机会 上去根定晚 顺便庆祝她的生日 a hundred a month of petrofees 这个是比较属于我的一个challenge 呃 因为 平时我都有在驾车 驾车去学校啊 去 呃 出去买一些grocery啊 出去 根本有出去啦 买东西啦 没有的campo 呃 我都会回home town啦 我都会自己驾车 嗯 所以我大概一个星期 都是会用50块的油 大概一个星期 一天左右咯 所以 我就想 环保一点 把这个 用油量 减少 这样接下来 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有这个 a book a month 就是我们两个 会 在那一个月内 月儿读完一本书 什么书都可以 你自己喜欢就好 呃 但是金刚 是一些 看了对自己 有益 有帮助的 一些书 嗯 接下来就我的favorite camping 带你去体验一下 到底一个真正的camping 是怎样的 然后接下来咯 我们就有这个 另外一个 a hundred a month 的challenge but这个 a hundred a month 是针对我们的 dating fees 就是在那一个月内 我们约会的费用 不可以超过一百块 超过一百块 我们就想 看看有什么方法 是比较costless 又比较环保 有一个 对又很好玩的一个 约会的方式 最后一个challenge 就是 helping animals 帮助动物 帮助动物呢 到底要怎样帮 是不是捐个钱 去一些动物庇护所就算了 嗯 但是我们想 do more than that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JK bucket list 里面的16个challenge 从明天开始 就会安排一些challenge 来进行 每一个challenge都会排一集 咦? 嗯哼 Stay tuned Thanks for spending time with us See you next time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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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我们讲到来 约会的费用 i can 你再当了全个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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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